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终极会比赛是优异难度百分之百完美功能视频 使用的是GZDoom Sourcebook 我们接下来到的是第四章节第七关 And Hell Followed 那这段话呢出自于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 然后启示录的第六章呢 是说这个天启是奇事的 然后前面一到二节呢 说的是征服 三到四节呢 说的是战争 然后五到六节呢 说的是饥荒 然后七到八节呢 说的是死亡 然后原文是 And I looked and behold the pale horse And his name that set on him was death And hell followed with him And power was given unto them Over the fourth part of the earth To kill with sword And with hunger And with death And with the beast of the earth 大概意思呢 是说在我看来 有一个灰色的马出来了 然后他说在上面的人呢 叫死亡 然后地狱跟随着他 有权利赐予他 杀掉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 用刀剑或者是用饥饿 或者是用死亡 或者是用野兽 这个或者是用死亡的这句话呢 有时候呢 他会做成是瘟疫或者疾病 但是我这里查到的是用作死亡 那就是这样子了 那扯一点别的 就是说一说这个天启是奇事这件事情 天启是奇事呢 可能因为某一个游戏的原因呢 给我们的感觉是饥荒瘟疫 战争还有征服 不是 饥荒战争 瘟疫还有死亡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在启示录第六章里面呢 提到的第一个天启是奇事呢 是征服 他是说他出来了之后呢 他是战胜了对方之后呢 又要再战啊 直到把他的对手全部打到为止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第二个天启是奇事呢 是战争 这个战争呢 是会引起人们之间的互相战斗 然后互相杀戮 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第三个天启是奇事呢 是饥荒 它饥荒的表现呢 并不是说让你就没东西吃了 而是说你要吃东西非常的贵 你买不起 所以说你最终只能饿死 饥荒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死亡呢 是比较特别的 很多人呢 可能把很多后面的 后面的 怎么说呢 艺术上的演技嘛 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死神一样的形式啊 就披着黑袍 拿着 拿着 拿着大镰刀这样 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呢 这个死亡呢 是骑着一匹灰色的马 但是手上没有拿着任何的武器 只是地狱呢 是跟着他而来 然后他可以把人送到这个地狱里面 就是这样了 那么这个是终于说完了 说了好长时间 然后说说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的作者呢 是John Anderson 或者叫Dr. Sleep 然后他这张地图呢 原本呢 是贡献给Master Levels里面的其中一张 也是成为他那个诗篇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被取用作为了终极混为战士里面的其中一关 然后这一关呢 可以显现出他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 至于他的个人风格是怎么样呢 我在地图结束的时候会说明 那么我们赶紧进入游戏吧 好来到游戏里面 独个上次存档 一开始呢 把附近的敌人全部干掉 不要靠近任何这些按钮 因为这些按钮呢 有一部分呢 是会自动给你打开的 如果你随便靠近的话 很有可能出问题 好了首先 在起始点 右转 前面是这个是红门 右转 第一个 那个番茄呢 在这儿原来是 真不知道他原来的位置在这里 他们都打掉 这张地图呢非常有 那个Doctor Sleep的风格 属于那种 怎么说啊 就是那种陷阱突然出来的那种 像这个 它不是慢慢降下来的 都是瞬间 瞬间出来 然后呢这里下来 这个干掉 风之干 这样会降下一个灵魂球 注意这里也是陷阱 这个火箭有点漂亮 拿到蓝色钥匙 那这边右边就探索完了 后面的这个方向 就是根据门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是最后再去的 然后走这边 这个呢是打不开的 我们不用去尝试了 然后这里呢有一些 敌人 我强烈建议大家呢是先把这个 对面这个男爵给搞死 然后我们也接近游戏尾伤了 我们可以 一波豪爽 然后呢可以把对面的那小鬼干掉 这里的敌人呢能打就打吧 其实无所谓 然后这里冲进来 冲出去 四个小鬼躲在柱子后面 如果你需要电锯的话 这里可以拿到一把 好 这个打不开 然后这个呢是 我说的另外一个后面 暂时先不去 我先去下面的这个 后面这个位置 注意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按钮 你只要过去 它就会自动打开 就是一个这样的陷阱而已 这个房间 如果你玩过Master Levels 你会发现 真是很像那个 Werjo's Lee的第一个房间 这里把这两个失落灵魂干掉 它有可能会传送 但是不用担心 到时候它传送的一个位置 我们还会找着它 这里可以看到黄色钥匙 这个是黄色钥匙门 然后这个狂包包 这个门呢可以打开 但对面是打不开的 然后这个电脑地图 对面实际上呢 就是在上面的这个位置了 还是一个一样的陷阱 这里拿到红色钥匙 实际上这样 好像就可以过关了 是不是 我想说 这个严重的卡 真的是让人不爽啊 现在 这个灵魂球虽然说 它放在高处 但是你只要靠过去 就可以拿得到了 有你的 我们上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会升起来 本来呢是一些伤害地板 这边就是 我说打不开那个门 注意这两个传送器 这两个传送器 承诺下面的这个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说 那个打不开的门的后面 但是这两个连天 我把它非常烦人 所以说我觉得 没必要过去 直接就回来就行了 打开这个黄 我把黄门给忘了 我们是这样的 打开这个门 这个黄门不标记 秘密地点 黄耀石不标记 秘密地点 主要是 它这个黄门里面 实际上就是一个 大的秘密地点 放入这个按钮 然后呢 我们过去之后 这边会马上传送进来 一个电子恶魔 但是有柱子帮我们挡着 还是安全起见 我就先拿上这个无敌 电子恶魔出场了 然后直接把电子恶魔 in his face 完了之后呢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无理球 但是呢 这里 有两个秘密地点 标记不了 看到吗 看到了吧 所以我们这里又要穿墙了 这是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个DOTOR SLEEP呢 放这个失误呢 好像还是蛮多的 下来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 那个 这些东西呢 只是打开这些门而已 另外那边 对应另外那边的门 在Nexus那张地图 也是MASTER LEVELS里面的 也是犯了类似的错误 然后这里呢 打开就可以来到这个外围了 我们用一下火箭 球爽 球爽不要命 说的就是这种 水 然后呢 直接被打飞起来了 下来之后呢 用电疆枪 绕一圈 把这里都清干净好了 这边呢 实际上是可以不用来了 因为这边只有一个 一把电疆枪 没有什么实际的 推进作用 当然如果你需要电疆枪的话 可以来这边拿 你叫混蛋 子弹随便用了 因为下一关还是给了非常多的子弹 这边呢 是红钥匙 快 我不明白 因为这个需要红钥匙 才能出到这个外面来 为什么要红钥匙的这个快呢 还要额外给一个 这边不要放松这个按钮 男爵飞掉 拿了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中间 这道桥就会升起来 经过这个地方 这个会升起过关的按钮 这里还可以拿到一些东西 这个材质还转着呢 稍微小心点吧 要拿的话就 过关 and hell followed 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地图上面 最上面的那个骷髅 现在那个眼睛是点亮了 我觉得这个 虽然非官方的 非官方的地图界面 但是还是做得非常的细致 还非常不错 好这一关呢 是唯一一关是由 Dr. Sleep制作的 叫John Anderson Dr. Sleep 他在Master Levels里面呢 贡献了 三四五六七 五张地图 他的地图质量呢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一种东西呢 就是他很喜欢把一些东西 不做任何标记 但却是一个门 或者是一种什么颜色的门 可以看到一开始那个门呢 没有做任何的标记 却是一个红色钥匙门 然后那些按钮呢 也没有做任何的标记 却是一个黄色钥匙门 这样的 他有这样的设计风格 还有就是那些陷阱呢 是突然出现 突然打开 瞬间打开 这种形式 都是他的设计风格 我对陷阱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 负面看法 但是那个不标记门的 那个做法呢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 有时候总是觉得 搞得别人很迷惑的样子 至少这一关没有什么强制的 找路之类的 那还是挺不错的 好的 那么这个 And Hell Followed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来到 最后一关 Unto the Cruel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